爱聊七季 聊出奇迹 大家好 我是西婷 今天我们爱聊七季呢 请来了廖亚东先生 那么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这个关于过年的一些事 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个你说啊 这个大年初一啊 咱们春节说大年初一 就是觉得感觉好像 好像很有意思 就是咱们平常过新年 元旦1月1号 我们过起来很平常 对吧 元旦过起来很平淡 就是你好像就放了三天假 也没有干什么 但是春节是咱们中国人 特别注意的一件 一个节日啊 想起来觉得 哎呀 新潮澎湃 我要买新衣服 要剪窗花 要贴对帘 要置办年货 好多好多事情要准备 觉得春节过得 特别的有意思啊 尤其是你说 这个大年初一过完之后呢 还有各种各样的 这个节气啊 觉得说哎呀 这个农历跟咱们这个 这个平常的这个功力 好像不太一样 然后这个说到农历的时候 我们就会觉得 好像过起来 哎 好像 好像是属于老祖宗 留下来的东西 说到一半 这个农民伯伯 是他们的这个 劳动智慧的结晶 但是是皇帝的版权 中国农历的最后的修订者 居然是一名外国人 外国人 对 历法也叫历书 是根据日月星辰的运动 人为计算时间的一种方法 一部好的历书 能够准确地计算天象 由于中国的皇帝 自称为天子 所以大都对历书尤为重视 从夏朝开始 一共有103部历法 现今我们生活中 普遍使用的农历 就是在明末修订 而被一直沿用至今的 但它的修订者 居然是个老外 为什么外国人 会懂中国的历法呢 这就要说从我们 那个明末清初的一点事情 因为在明末清初的时候 当时这个历法失修了 因为当时明朝 朱元璋把元代锅首进 它的以前的受实力 改为大统立 但基本上就是 260年立法 还是从元代延习过来的 那么到了后面呢 天象就跟立法完全不吻合了 特别是算不出这个 日式的准确时间 那么这在当时 这是有损于完全 这个皇权的这个权威性的 所以当时呢 在这个1629年呢 当时这个崇征二年的时候呢 他就责成徐光启 必须把这个立法国算准了 为什么徐光启要用到 这个外国全教师的 因为啊 徐光启的老师 利玛窦 他们以前合作过几何原本 那么利玛窦呢 当初来到中国的 这个韶州的时候呢 就自称为这个天文学家 他能够紧确的预算日式和月式 同时呢 他把当时的叫做 格力高利利 这个立法是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功利 杨利 就翻译成这个中文 当时你就鼓动他 说你就赶快把它印了吧 这么好说的这么准 当时呢 立马都知道 在中国私自 印刷这个立书 是要杀头之罪的 所以他就没有 去这个刻印 这个印刷这个立书 但是呢 徐光启就知道 这个西洋人的立法 是非常紧确的 他知道紧确的原因是第一 他们有很好的 观测的仪器 望远镜 第二呢 他们的数学 几何学 非常的精良 因为在中国里面是没有这个的学问的 所以他在1629年成立立局的时候呢 就把这些外国全教师就请到立局里面来认职 明朝最后一任皇帝 面对国家内忧外患的情况 其希望于修订天文立法 而使自己的政权得到上天的庇佑 在礼部尚书徐光启邀请的传教士当中 对日后修订立法起了重要作用的 是一位名叫汤若旺的年轻人 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举论功呢 汤若旺呢 他是德国人 德国人 他是一个1591年呢 他是生在德国的一个虔诚的天举教的一个贵族家庭里面 然后呢 在他17岁的时候呢 他就骑着马 离开他的家乡 到了罗马求学 他家乡离罗马挺近的 没有 从德国到罗马应该很远了 所以他正是一离开他的家乡 就再没有回去过他的家乡 当时在赖兵求学的时候 他是 那个学院是培养这些日漫的这些贵族 成为全教士 所以他们当时学习了这个神学和哲学之外 他们还学习数学 学习物理学 学习天文学 在20岁的时候 他就加入了这个 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个叫耶稣会 在耶稣会就是20岁加入 26岁就当了神父 期间呢 他听到了这个当时的一个 来自中国的全教士叫做金利格 他是写了《利马斗的中国扎记》 他讲到利马斗呢 能够进入中国的朝廷 跟朝廷的这个里面的皇帝服务 而且在中国是翻译了四书五经 是一个学贯中习的一个大学者 他非常的羡慕 他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利马斗的继承人 所以他就来到中国来宣教 于是在1618年的时候 他们是22个全教士 他们坐着一条船 叫做《善心耶稣号》 经过两年的时间 到了中国的澳门 汤罗旺等传教士抵达中国后 几经辗转 最终进入了徐光旗所设立的利局 汤罗旺进入当时徐光旗成立的利局 那么就跟中国的科学家一起修订了一部 中国最大的一部的一个历法叫做《崇祯历书》 137卷 与其说是一部历法 还不可以说是一部百科全书 因为它包括了当时最先进的西方的这些天文学 物理学 地理学 还包括当时的物理和化学的一些科学知识都在里面有了 所以它是一个当时最好的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文化的结晶 虽然修订立书的工作进展顺利 但明朝灭亡的脚步却并未因此而停止 就在这个千年古国迎来它又一次政权更替之时 汤若旺 这个远道而来的传教士 正身处在矛盾的中心 明朝的都城 北京 当时这个满族打于北京 他们是烧杀 纽约也是非常的野蛮的 当时他们当时在这个西南城墙看到 这个教堂还没有回掉 他们当时就是拿着火把就往里面丢 当时汤若旺就把这个门窗紧闭之后 他就带着他两个仆人在教堂里面祷告 后来你们丢的这些七个火把 全部都里面都没有烧起来 而且再次之前 他怕这个教堂里的一些东西 怕被毁坏 他就把这些圣像 圣牌 他就丢到这个教堂的顶上 就是很好的保护了教堂 但是后来这些满清的这些官兵 最后是用铁锹把这个教堂的前院 前门把他打开了 后来冲到那个后院的时候 当时汤若旺就拿一把短刀就出来了 就守护教堂 他一米八的大个 所以把他一个非常血气的东西来保护这个教堂 所以正因为他这种勇猛啊 这个教堂还有教堂里面的这些圣像 还有这些仪器 艺术的刻板 还有这些书籍 都得以完整的保存下来 那么最有勇气的是 汤若旺还冒死 就写信给当时的清朝的皇上 因为为什么写信给皇上呢 因为这个多国人打到北京城之后啊 下令三天之内 在北京的内城所有的非满洲人 你全部给我搬到外面去 允许我满洲和八旗的子弟 允许就到北京的内城 所以当时三天内必须搬 否则杀无色 所以当时的汤若旺就写信 就写一个皇上说 我是来自于西方的远程 为了前朝的皇帝修订历术 留在北京城的 然后呢 因为我们这里有很多的仪器 很多的科学的书籍 还有很多的这个 前朝崇祯历术的刻板 那么我们东西太多了 搬不动了 所以请求能够留在北京城 那么在这封 启咒皇上的这封书信里面呢 皇上看到两个字 历书 他非常敏锐 这个历书不是一般的历书 于是他就恩卷的 汤若旺留在北京城 并且下圣旨 所有的满洲的官兵 不得再搅扰 这个汤若旺所住的地方 那这样说来 其实还是这个历书 帮助了汤若旺 能够在北京城又一次立足 对因为前朝就是明朝的这些清天间的这些官员 掌管天下的这些官员呢 就归训了这个多尔滚的这个清朝 所以当时他们要把这些历书就改个名字 就上述给这个多尔滚皇帝 当时多尔滚是因为是摄政王嘛 因为训质很小 他说你们这些历法给我看的这些没用 你们已经是错误百出了 听说你们有个汤若旺 是一个外国人 他修的历书不错 我要他的历书 于是呢 就把汤若旺修订的这些前面的这个崇祯历书呢 就改名叫做实现历 说到了第二年呢 训质二年 就1645年呢 颁布实行 那么在这个 很有意思 在这个历书颁布实行呢 大概是汤若旺在1644年的六月份 他当时写了一封信给皇上 他说据我的观测 他是在中国的农历的八月初一的秉承 有日识 那么希望皇帝能够观测 因为日识很重要嘛 每个皇帝他都会有记录的 当时在不光是这个汤若旺预测这天有日识 当时在这个前朝的这个这些官员呢 就要用大统立的方法预测这天有日识 同时有回回礼的这些 这个就是阿拉伯的这些天文学家 他们也预测这一天有日识 于是在当时的农历八月初一的时候呢 这些殉执皇帝命令大学士冯权 还有汤若旺 还有这些明朝的这些前 这些清天见的官员 以及回回的这些科学家们一起来比武 结果后来发现 汤若旺预测的日识的时间分秒 方位一一准确 叫丝毫不差 一何天行 尽算尽美 于是当时这个皇帝大喜 说我们这个明年 我们就得用这部隶书了 所以是叫做实践 是检验真理的这个合法性 唯一的正确性 这个故事挺有意思的 让我们觉得 跟圣经当中某一个故事特别相像 就是在这个圣经的猎王纪上当中 就是说有一个先知叫以利亚 就是当时那个地方不是不下雨吗 然后呢 一些人叫信奉巴利 他们就说 我能让他下雨 然后就自残呀 然后通过各种方式求雨 其实雨就是不下来 然后以利亚就说 我就能把雨求下来 结果后来一证明 真的以利亚把雨求下来了 这个在圣经的创世纪一章14节 神说天上要有光体 可以分昼夜 做记号 定节令日子年岁 所以说在这个天局教的发展历史上呢 这些神父们 很多都是天文学家 他们有这个传统 非常重视天文的立项的观测 并且记录来定死令年岁 那他这个 那照你这么一说 那他这个算得最准了 对吧 那他在这个清朝 一个新的朝代里面 那肯定要得到重用啊 对吧 对 然后就是在1644年的12月23号 当时殉职皇帝呢 就颁布一道这个圣旨 说那个 让汤若旺 掌印清天剑 汤若旺从此成了 清天剑的掌印官 也开创了外国人 在中国朝廷重要岗位 担任首席 所以观察的这个数据是越来越紧确 但是呢也不可避免呢 得罪了很多被他 裁掉的这些官员 就包括后面对他发动攻击的 叫做吴明选 还有包括阳光仙 因为把他们的幻蚊丢掉了嘛 对对 那这个后来他们就 他们对他怎么 怎么争讨往呢 他们就诬告他 不断的诬告他打他的小报告了 后来当时的因为当朝的皇帝 是殉智嘛 对他礼遇有加嘛 所以把这些小报告全部就压下来 所以基本上在殉智皇帝的时候 汤若旺一直是受到很大的恩宠的 就是没有得到什么那个打击 但是呢好景不长 1661年顺治病逝 八岁的康熙登基 佛政大臣敖拜等反对西洋学说 大臣杨光仙说汤若旺等传教士 有三条罪 前谋造反 邪说祸众 立法荒谬 1664年冬 敖拜废除心力 逮捕了已经中风瘫痪的汤若旺 和南淮人等传教士 判他们全部是死刑 当时判的是绞刑知道吗 后来呢这个汤若旺就不服啊 我们的立法没什么错误啊 在这他们判了刑之后呢 他们又举行了一次这个日式的观测 在这次的观测当中呢 汤若旺预测的东西呢还是非常的紧确 那么大统力还有回回力 他们预测的时间不紧确 那道理应该呢 给他们应该是放了 因为很紧确嘛 但是呢 这个反而是 叫什么欲驾之罪 何方无辞啊 就又把他们死整 把他们又从绞刑 就是改成这个叫做凌池猝死 凌池就是剥了皮 一片一片的那里猝死 升级了 对升级了 酷刑 酷刑 当时在这个1665年的3月16号 在这个凌池猝死的这个判决 出来之后的第三天 北京的通州发生6.5级的地震 当时地震之后呢 就是这个北京紫禁城的这个城墙倒塌 而且这个紫禁城里面防止着火 那么这个事情呢 就惊动了当时的孝庄皇太后 他当时就刺骂那个老板 说你们是得罪了上天 得罪了前朝皇帝殉治的宠臣 说你们是遭到天谴 所以于是在他的干预之下呢 就让汤乐旺呢 就免于一死 就把他软禁在 现在的这个王父亲的 这个天主教的东堂里面 那么到了第二年的时候 1666年的8月15号 汤乐旺是含冤而死 虽然说最后含冤而死 但是没有灵痴处死 也算是一种 让人觉得心得安慰的一件事情 但是最终还是含冤嘛 让人感觉到还是有点遗憾 不遗憾 这个1668年的时候 后来这个康熙皇帝也不傻 他就发现这个天象 这个杨光仙最后不是 打败了这个汤乐旺 结果呢 他就当上了这个监政了 后来发现这个杨光仙 他们这天的这个 历书怎么这么不准呢 日死月死老算不准 所以当时的这个时候 他就请这个 汤乐旺的一个学生 叫做后来非常有名的全教师 叫做比利时的 比利时的全教师 叫做南华人 就让他看看 后来这个南华人一看 你这个以前的老立法里面有七大错误 然后呢 康熙皇帝他 到底是谁对谁错啊 那么你就鄙视吧 于是呢 在1668年的11月23号 又打内台 就让杨光仙 吴明选 就是这些 后上人的这个 清天剑的官员 和比利时的全教师 还有回回的 刻的这些 清天剑的监官员 一起打内台 就比这个中午啊 太阳照照日轨的 这个长度来比测 结果后来发现 南华人 这个外国全教师 算的是分毫不差 于是就启用 这个南华人 做清天剑的肩负 重新修订历书 那么到了1669年的11月 那么这个时候呢 康熙皇帝就为 汤罗旺平反了 那当时 当时是带着这个 孝章皇带后 这个文武百官 跑到北京西郊 这个汤罗旺的墓地 为他进行国葬 然后来纪念这位 为中国这个立法改革 做起了伟大的一个全教师 这个叫什么 百炼成钢嘛 或者说是大浪逃杀 最后出现了总是 真金白银最后总是能显现出来 虽然说 汤若旺当时在做这部立法的时候 遇到了很多的诬告 遇到了很多的挫折 但最后我们还是发现 他留下来这部立法 还是最科学 最准确的 对 这个立法 其实这个立法 中国最名的三次改例 很特别 都是跟宗教有关系 唐朝的最大的一次改例 就是这个一行和尚 他修订立法 叫做大引力 那么这个大引力 是引进了当时的这个 印度的佛教的一些天文的科技 到了元代的时候 忽必烈他当时两次西征欧洲 就把当时一些 中亚的阿拉伯的这些 这些科学家掳到中原 成立了一个叫做西域新天师 就专门来用这个 阿拉伯的这个立法来修订 当时的这个立法 所以当时锅首尽后来 又修订成为这个寿石历 这个到明朝的这个 崇祯皇帝的时候呢 他启用外国全教士 修订了当时最好的这个崇祯立法 所以你可以发现 这个一个好的东西 就像一个立法 他能够延续到现在 他首先是有一个 非常开放的心态 他能够接纳当时最好的先进文化 不断的改革改良 然后不断的有一种开放的心态 才能延续到现在 所以我觉得一个好的文明啊 他必须是有一个改革的 一个开放的心态 才能不断的有 好的一个生命力延续到现在 对 就好像是当时这个汤若旺 工具汤若旺的这一群人 说是破坏了祖宗留下来的这个规矩 那其实对他们来讲 那其实就是一种迂腐 因为过去的 过去的那个祖宗留下来的立法 也是一种对原有立法的一种改革 那这种新的一种立法 如果你不接受它的话 肯定就是不能接受一种新的事物 新的技术 必然会影响到一种 时代的一种进步 所以这些全就是非常的伟大 如果若不是当时立马都来到中国 那我们认为这个整个地球 还是天元地方 我们是中国是居在中间那个国家而已 后来有这个世界地图 到了之后发现是山外有山 天外有天 有很多很多别的国家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 对我们现代的这个视野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 所以我觉得人不要太保守 要学会能够有一个开放的心态 吸收了解 这些国外的先进的文化 好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高兴 跟这个廖先生一起聊一聊了 关于这个新年的农历的来历 也是听到了汤柔旺这跌宕起伏的一生 也能够看到一个传教士对于我们中国文化 对于我们中国的立法做出了许多的努力 那么我们也是希望大家 我们七季的朋友们 能够在新的一年里面 播出一个丰盛的 丰富的 充满着爱的人生 爱聊七季 聊出七季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再见